真言第三章第27节 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 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 而最重要的就是 我发觉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让我进步得更加快 因为如我所说 圣灵好像记忆力那样 在我的生命当中提醒我很多真理 提醒我很多的应用 很多的主示法 而事实上有一些提醒我的真理 不是涉及我自己做的事 是涉及我观察在我身边 环境里面这些领袖 这些激徒 他们作的选择 他们做的事 当然因为我习惯不出声 所以我也没有给他们意见 因为这个刑不是我的身份 但问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发觉不需要我经历 我亲眼看到这些人去经历 他们去碰钉 他们去做错 然后按着圣经所说的 去吃回他们自己的个子 事实上所以当我越做的时候 就发觉这个默默贡献刑 真的可以说很适合任何一个人 但在空谈刑当中 也可以说 也被我见识到 原来空谈刑 真的可以使得一些人枉费的身 直到我回到香港去看一些书 才留意到 原来毅托星也有说 就是说我的言语里面 去留掉生命 那真的很适合 当我看了一本书的时候 我发觉真的很适合 因为我亲眼见到一些人 虽然就算跟我差不多年纪 他们自己的空谈刑 真的毁了他一生 当然不单止我当学生的时候 见过这样的人 我自己做牧师这几十年当中 我亲眼见到很多这样的人 他选择空谈刑的话 这些人其实根本是枉费自己一生 没错 或者是在他自己非常大压力 或者工作压力很难承担的时候 他们书发一下 讲一下 但问题我发觉 这种书发只能够看为暂时 不能够看为一个习惯 我最深刻的回到来的时候 其中我见到一个典型 空谈型的教会 就是玉珍番那间教会 因为玉珍番那间教会 其实当时我在加拿大的时候 玉珍就已经转了会了 他没有回真道教会 他就回了官堂显恩堂 当时那个教会当中 就是由A班的两个学生 结婚 在官堂开了一间教会 这个显恩堂里面 总负责人叫曾生 他的太太叫阿汤 他们通常叫他汤 但是这个汤 当时我听回的时候 在我当学生的时候 我都觉得 他这个意见也挺好 虽然跟我自己 默默贡献人 是好像不同做法 我觉得可能 就是百家争名而已 可能他的做法也很好 但当时罩以听也觉得好的 但后来这几十年之后 我发觉真的 原来凶痰型 无论你以哪种形式 都是致命的 就是这个汤 他通常辅导 成为主力 在这间教会当中辅导 帝兄姊妹的一个师母 曾生他基本上主要是讲道 他没有第三类型的人 没有第四类型的人 比较第一类型的人 但汤就比较第二三类型的人 但问题他最强调的是 有什么都要说 有什么都要说出来 你的心里面不舒服 你都要说出来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演绎错误 但我在加拿大的那一年 当我回来香港之前 玉珍已经转了会超过一年 都常常听到玉珍说 汤都要用这个方法 去帮很多年轻人 有问题的人 很多这些问题家庭的人 他都用这个方法 当时我听的时候 我觉得他很有爱心 因为实际上 真的用很多个钟头 去听的人说话 但只不过和我自己的做法不同 我是密密共献型 而我发觉这个对我很大 有很大帮助 直到我回来 看到他们这家教会正式的做法 还有现在 这么多十年后 我发觉 他这种做法 其实 是很悲哀的 真的一样 他是用人的心理辅导方法 Sigman Freud 就是佛洛伊德的方法 大家知道佛洛伊德 又是非美神 又是想了这些方法 成为我们所说的心理学之父 用了这些方法 结果其实真的害人不淺 而实际上我所见到 他后来所出来的 这些弟兄姊妹 那种 因为不断喜欢说的这种 就已经慢慢变成 可以说一百不可收拾 在信仰上 他们真的没有我经历到那份祝福 而事实上 当我回来 看到丐帮的弟兄姊妹 帮到变成这样 我都很心寒 所以到后期 尤其到现在这个年纪 就更加肯定 原来 空谈刑 无论你是极端还是不极端 它都有各类不同的问题 其中一样 就是将你自己的问题 重新重复一次 又一次又一次 去折磨你自己 将别人的错误 重复强调一次 一次又一次 去推卸你的斩 这种好像心理学的方法 其实是不行的 说出来之后 别人会帮你解决 但有时候 那个人根本是 说不到自己的问题 而事实上 他说的问题 甚至是 就着自己的伤口去说 而结果 帮他的人 只是助纣为约 这个就是我在 这么多年当中 见到这种空谈刑 好像副导刑 总之你一尾说 有什么问题就说 再有问题又说 你跟我说第七十七次 不怕说第七十八次 我发觉那些人 全部留恋在过去的伤口 他的一生 就是不断地 复述自己过去的伤口 如果伤口是七年前八年前 他就好像 在七年前八年前 在那一刻当中 都未曾再出回来 OK 但最可怕的 就是伤口虽然人家做一次 但问题是 他竟然在 未来的日子当中 是复述到无数次 也不止 并且会刺的伤口越滑越大 可能当时只是人家 无心之失 OK 说错一句话 但后来之后 就变成好像人家有阴谋 那样 这是我典型看到 这样的教会 用这样的方法 搞出来的一群弟兄姊妹 不单止这件事 解决不了 我可以统称 我见到的这些人 通常 是直成心理不平衡的 就是搞到最后 直成是不能够成为 一个正常的人 我说他直成连看报纸 都不能够正正常常常看 那种 弟兄姊妹 就是那种 但是之前叫正正常常的 还要有年轻人那种的朝气 但是后来就已经没了 后来就已经是 根本都没起步 就已经打残了 所以我通常都会 通常称这种人 叫做甜伤口 就是这样的 没有见惯很多这样的人 全部在他自己的信仰 原地踏步 我能够说得原地踏步的时候 原因就是 我亲眼看到 就是神在旁边想帮他们 但是今天是帮不了的 因为这个我可以问过神很多次 但是神告诉我 就是这些人 如果不能够放下对人的不饶树 他看这些伤害 别人给他的伤害的时候 就已经是一种神汉 或者一种不饶树 他不能够放开 他的话 神是不能够释放他 神也不能够在他的生命当中 祝福和帮助他 而事实上这些空谈形 可以说 去到极端坏的 就是 专讲人事那种 专讲人事的空谈形 有些人可能 就如我所说 我又做工的时候 已经开始见到这些人 有些人在空谈 讲一讲 就开始说我们 就是训练 这一班里面 这一班里面 唯一那两个女孩 都挺漂亮的 追不追得过 谁在追 发生什么事 无论教会也好 无论我认识的 以前的小朋友也好 到最后中朋友 后来大朋友也好 我发觉 空谈形当中 最坏的那些 就是讲人事 是最坏的了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看到 去到教会里面 因为我自己 特意将自己这样分野 我看自己是密密共献形 所以我会留意到 空谈形那些 就是不断讲话那些 讲话不做事那些 但是在当中 在过去这么多年当中 我发觉 造成人家信仰上 最破坏的那些 就是什么呢 就是那些 空谈形 但是专门 喜欢讲人事那些 因为我亲眼见过 很多的几乎徒 明明他 素来跑得好的 就是很多几乎徒 真的素来跑得好的 但是他被人 约了出来一次 约出来的人 只是空谈而已 OK 有时是真是罪咎的 有时大家是 回到同一间教会 但是问题是 因为在教会当中 很久没聊天 出来聊天 但是一出来一讲人事的话 那个人 直是一直跑得好 但是一天之间 听完之后 他直是没办法再爬起床 原来我发觉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发觉原来 有一些基督徒 有些人回到教会 是真的为了 在教会有一个好的社区 在教会当中有点好处 当然他说的好处都是很单纯的 即是说里面有人保护 里面没有人骗他 里面有很多大哥哥 姐姐 这些是单纯想着好处的 但是这些人 因为他在信仰和人生中 从来不为自己定一些目标 和一些宗旨的 所以他那份回来 或者保持在这间教会 参与那份锐气 竟然原来可以是一次 跟人谈的时候 那个人和他猛说人事问题 那些人事问题 甚至有些是猜出来的 那他就直成收工 在过去这么多年当中 我开始看到几个 我都觉得是偶然而已 但是后来我再看到 是十个 一百个 甚至是过千个 是完全没有夸张 我举一个很实际的例子 那你就会明白 我所说的这种空谈形 去到极端 当他说人事的时候 就很大件事 你手要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 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 千万不能说 送开奔帮 解心所 即着你画 从获得希望 永远再不忘 主的奖将 Cast糊涛到 方式张碘 全样的锁色洞 这雪白如潮凉迷迷 这雪白永远是凉冠 只可盼望 直着神话与醒悟 或愤失眸 冻着潮汪的心 用藏无据万重海浪 直着神话与智慧 尽发盖梦 叹起下光 尽一切都要险 永远拍梦